我们都注定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 或者有没有意识到过这些问题 比如人为什么会悲观呢 为什么会乐观呢 为什么明知道如何寻找快乐 却非要去感受痛苦呢 为什么总有人会自不量力的去试图改变世界呢 为什么有人如此普通 而有人又如此的与众不同呢 为什么我们明明是自己 但是连自己的意识与思想都难以左右呢 今天我想尝试着聊一聊这个 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早就注定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 那么在这条历史线上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即使平行宇宙不存在 我们同样能够以另一个视角 站在千百年后看现在的自己 就会发现一切都像是写好的剧本 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是自己 但又未必是自己 更多的可能只不过是在扮演历史上的某一个角色 剧情中的任何人都能够找到出现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这些角色没有一个人可以彻底的掌控自己 就比如我们的思想与精神 比如我们的意识与言行 再比如我们的人生 如果眼前的世界是神的创意 是造物主演化宇宙万物的一段过程 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设计精妙的局中之人 包括人的意识与认知的可塑造性 包括从基因的遗传 教育的影响 经历的改变 阶层的立场来看 这些都决定了这个角色 在演化过程中必然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虽然我们不经意研究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 但这无数的巧合与看似偶然 但又实则必然的事实 让看起来是在支配自己的我们 更像是不知不觉的处于被支配的状态 无数科学的规律与人性的规律 无数历史的规律与社会的规律 无数物质的规律与天体的规律 还有那可以被支配被塑造的意识规律 在怎么看都不应该有什么规律的宇宙中 显得格外的相依行行的程序代码 每一个此时的自己都如同代码中的字母 每一个特定的群体都如同代码中的单词 每一个科学的规律都如同代码中的符号 这些在人类的认知中都是不可更改的 我们的能力也不足以去更改这些东西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特定的环境 总是会有特定的人出现 为什么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区别的人 在思想和精神上却有着 无法用人类语言去形容的巨大差异 后来我想如果要去解答这个问题 只能说是我们并没有完全的主宰着自己 而是我们的人生在冥冥之中 触动到了设定好的程序 开启了特定程序中的特定角色 而我们的肉体与灵魂结合时 也就是生物意义上的活着 让我们感受到了自我的存在 在这幅躯体上有了肉体的感官与精神的感觉 当我们生下来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 看似在自我主宰 但实际上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世界 我们以为自己是自己 但实际上这个自己也未必就是自己 而是这个到处充满了奇妙规律的宇宙中 那个不受自我控制的特定字母 那个历史中一晃而过的特定演员 人真的能左右自己的意识吗 人真的能决定自己的思想吗 人真的能操控自己的精神吗 当我们认真去思考这些看起来很奇怪 但是却很有意思的问题时 我们会发现这些都不能 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 受特定的基因 教育 经历 立场 这些特定符号的影响 决定了我们要在这个宇宙尘埃中 扮演一个什么样的字母 也就是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无论你能否改变环境 或者改变世界 当你成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时 都证明已经开启了一个拥有特定任务的角色 无论悲观还是乐观 都是因为我们触碰到了造物主设定的自然规律 这很科学 很哲学 也很神学 我是博文 小期再见